芭蕉富含丰富的营养是许多民众喜欢吃的水果之一 台东的长冰箱就农民利用自然农法来栽种芭蕉 让原本一年只能一收的芭蕉变成全年都可以采收 而且因为利用了自然农法方式来栽种 也提高了芭蕉的价值 年产值可达200万元 农民拿起镰刀迅速地在芭蕉树上割了几刀 就让整串的芭蕉从树上垂下来 并且开始进行分串的作业 芭蕉的营养价值丰富是许多人选择的水果之一 而一般的芭蕉一年只有一次的采收期 不过台东的长冰箱有一位芭蕉农 主打有煞耕作的方式来种植芭蕉 让园区里的芭蕉能够一年四季都能够采收 我们的管理方式就是让它长得参差不齐 分散在一年四季里面 虽然冬天因为天后关系量会比较少 但是还是会有产量 传统的芭蕉采收期一年只有一季的收成 再加上天气的影响 芭蕉的价格波动很大 当市面上芭蕉产量太多时 价格就容易受到影响 但长冰的芭蕉农利用分散的手法 让产季拉长成一年 但对此相对的人力成本也较为偏高 像我们这样的管理方式 好处就是通路比较没有问题 就是它一年里面就是分散在每一周 每个礼拜都有产量可以供应 通路上他们也会比较愿意跟这样的农友合作 比较说花时间 但是它好处就是能够分散在一年的 也因为主打不喷洒农药有善耕作的方式 让园里的芭蕉收购的价格 比起一般的芭蕉来得高 近三公顷的园区年产值大约有200万元 而农友也将熟成的芭蕉做成芭蕉干增加收入 不只让民众事迹都可以吃到芭蕉之外 也为芭蕉农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记者陈记霖 长冰相报导